好 看完了生字表三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部分的语法部分 第一个语法点是 那么后面有时候会有一个 呼应的复词 刚才在生字表三呢 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下 那么首先呢大家看一下 它是记在名字后面 如果是形二是直接接 或者是简体句也可以直接接 那么意思是 与其说不如说的意思 因为投语本身就有说的意思 那么大家看一下优励是比较 比起这么来说 もし老是不如的意思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个例句 あの子は綺麗というより もしろ可愛と言った方がいい 那么这里是形二 形二采用的是 直接接把那个大省略了 也就是说 那个孩子与其说是一个 与其说漂亮 不如说是什么 可爱可能会更好一些 接下来看这个 あの人とは先輩 後輩の関係というよりも もしろ信仰のような関係だ 和那个人啊 与其说是前后辈的关系 关系是名詞 也是直接来接 那么不如说是什么 是这个非常要好的 朋友这样的一种关系 好 这个句型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记得 再看一个例句 这个例句大家会发现 这是一个对话 那么这个在第二个人 他会承接前面的话 可以把投语より放在前面来使用 我们一起来看看 一个部下跟科长对话 やはり田中さんに挨拶い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か 说我们还是去跟这个田中 寒暄一下比较好吧 然后科长的回答 どういうより行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でしょう 那么与其这么说 不如说什么 那么可以把母系道使用 因为这个副词是可加可不加的 不如说是我们必须要去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做一个编析 这个编析就是说 我们到目前为止 学过由投语より来变形 过来的各式各样的一些矩形 那么当然说 投语よりマス说的 这个我们就不说了 投语より把是我们最早学的 在中级最早学的 在第四课学的 它其实我们当时还给大家 补充了两种形式 是投语より大辣和投语より 都都是引起余知相关的话题 并转入新的话题 也就是说起谈起的意思 而投语よりも 是我们在中级上册第六课学的 大家知道投语より是说 即使就是翻译成 随说 投语より是今天学的 比起这么说 有种与其说不如说的意思 投语よりのわ 是在中级第一课说的 它后面是表示什么 它后面是一般询问 或者是进行解释的时候来使用 包括下定义 也可以用投语よりのわ 跟ことだ 像呼应使用 那么接下来有投语より 那么这个也是在上册介绍的 它是表示听说用于书面语 对不对 好 投语よことだ 那么也表示 听说在中级第三册第四课介绍的 也是听说的意思 好 这些跟投语より相关的句型 其实我们大家说 把住了投语より 在附加上其他的表现 其实是很容易掌握的 那么它们有可能 在同一道题的选项当中出现 所以大家要把它们 归到一起来 接下来我们看 下一个句型是 那么它会跟 那么书上只写了 也就是这个频率是最高的 那么其实跟 那么 对或撒爱想回应也是可以的 ばかり大家都知道 它是指紧紧 那么其实很容易想出来 我们这个句型的含义应该是 不止不紧 它前面记的是 简体句或者是名词 如果是形二的话 可以叫な 或者是である列記 意思就是不止不紧 其实意思是很好记得 那么接续形式呢 主要是在形二这部分 是需要大家格外关注的 好 看一个例句 あのアパートは駅から遠いばかりではなく 古くで日当りも悪い 说那个这个公寓怎么样 离车站不止离车站远 而且呢因为很久 所以光照也不好 在这里是ばかりではなく 根本呼应使用 好 接下来 京都には日本国内からばかりでなく 世界中から観光客が来る 那么でやかいが 在日本国内日本国内 在这里有一个特殊日 后面加了一个から这个注词 它还是可以直接接ばかりでなく 那么京都不止有从日本国内来的 也有从全世界来的这样的游客 好 接下来 那么其实呢 这个还可以用そればかりか的这个形式 放在第二句的开头 那么这个それ就会指代前一句话 那么这种表达形式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动词的例句 子供には知識を詰め込むばかりでなく 想像力を使いさせることが必要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ばかりでなく 前面接的是这个动词的简体形式 詰め込む 就告诉你说不仅要给孩子怎么样 去塞这个讲解 塞入一些知识 也要怎么样 有必要培养孩子的这种创造力 つめ込むつめる 是塞进去 好 这样的话 这个支点我们就说完了 马上在下面会有一个拓展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 ばかりか跟もまで和さえ相互应 当然书上也只是提到了 も这个呼应的表达形式 它其实无论是从接续形式 还是含义的话 基本上都是跟 我们今天学的ばかりでなく 是一个含义都是不止不止 还怎么怎么样 但是它会有一些区别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一个书面语的表达形式 而一般情况用于书面语 第二个它后半句 不能出现命令一直愿望 或请求等表达形式 举个例子来说 就是比如说 我不只想去美国 也想去英国 因为大家看 想是不是应该算是 一个愿望的表达 这个句型 其实这个句子 只能用刚才那个句型来表示 而不能用 ばかりか这个句型来表示 而且它会有廉词形容法 就是 そればかりか 那么也就可以用于 第二句话的开头 那么それ是指代 前面那个句子 所提到的内容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日本でも 在机油が出ることは出るが量が少ないばかりか 質も悪い 好 我们大家看一下 在这里是 前面是形容 形容的简体形式 而在日本 那么石油 产是产 但只不过 不仅仅是什么 量比较少 而且质量也非常不好 好 接下来 脑が痛くて ご飯が食べられないばかりか 水さえも飲めない 那么说 因为我嗓子特别疼 不定怎么样 不能吃饭 连水都不能喝 而且大家可以看 这里算你喝も 还是联用的 跟它来呼应 连水都不能喝 接下来看一个 形二的例句 あの人は仕事に熱心なばかりか 或熱心であるばかりか 都可以 有形二的家 何的家である 地域活動も 積極的にしている 那个人不仅是 对工作上 怎么样 很热心 而且呢 也会积极的 参加这种 从事这个地区的 这个活动 这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好 那么再看一个 廉辞性的用法 那么 入社試験は とても難しかった そればかりが 挨拶の仕方や 電話のかけ方まで やらされた 大家看一下 这个进入公司的 这个录用考试 是非常难的 其实是那样 就连你到公司的 这个寒暄方式 和打电话的方式 也被要求来做 那么大家看 也被 就是说 された 表示被逼无奈 做某事 された 是我们在 这个初期下策 第43个 许多的表格形式 那么这确实 也是日本的 一个现实 你在前台的 一些态度 包括 你打电话 咨询的一些 这个语言 都会成为你 面试的 这个评价的 这个基准 好 那么这两个句型呢 其实在考试的时候 大家并不需要 有太多的 区分考试 只要认识 他们一样 就可以了 那么 这个生活当中 这些区分使用 那么是希望 大家自己 私下地 好好 这个把握一下 我们在这里 看一看呢 我们在这里 要做个 进一句型的辨析 就是 这是我们在 中级十一课学习的 那么 它们都是 不止不止的意思 那么在 能力测试 这种单选题的 考试题当中 它们之间是 没有区分的 你只要知道 它们的 这个含义 就足够了 而接下来 我们大家看一下 关于 バカリ相关的 我们其实还会有 很多很多句型 在上册呢 我们简单提及过 那么今天呢 我们再给大家 总结一下 最早学的是 名词加バカリ 在初期36号 学的表上 光是近视野菜 ばかり食べている 那么也可以表示什么 也可以用 动词加 てばかりいる 还是表示 光是近视 那么光进行 这个行为 比如说 テレビを見てばかりいます 这是第一次 第二个呢 我们是在 初级40课 所学习的 动词 tasing加上 ばかりだ 是什么意思啊 是刚刚的意思 比如说 去年 去年刚刚回国 而接下来呢 我们在中级 上词第13课 学过了一个 动词 变化动词啊 要求 基本选 原先加 ばかりだ 表示变化 朝着一个方向 一个字的发展 而且一般用语的 就是不好的 这个趋势啊 比如说 这个 也就是说 这个成绩 一个劲的 下滑 那么大家再看 这节课 我们学了 第一个是 名词形二 还有简体啊 简体句叫 ばかりでわなく 和ばかりでなく 以及加上 ばかりか 都是不止 不止的意思 那么关于 ばかり的句型啊 其实还有很多 今天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就学了这么多 简单在这里 给大家总结一下 好 接下来 下一个句型呢 是一个 N1的考点 其实在刚才 在生字表三当中 我们也简单提及了 叫 にかかわる 简体名词一句 有的时候 是不写 单用汉字的 或者直接结句 其实当他写 单用汉字的时候 我就觉得 这个难度 一下就降低下来了啊 所以他以前 在N1考试当中 出现过 但不写 单用汉字 那么难度 就会提升 希望大家能够 记住这个汉字的读法 因为这名字 是影响到 关系到 不仅有关系 还有重大影响 它比関係する 要更证实一些 这是我们以前 所学过的一个单词 我们大家看一下 教育こそは 国の将来にかかわる 重要なこと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就是引出自己的观点 对吧 我想我认为 那么教育才是什么 关系到 国家未来的 重要的事情 こそ表示强调 在こちらこそ 我们提到过 弄到本册书24课 我们还会重点 讲这个内容 而接下来 こんな独い商品を 売ったら 店の評判に かかわる 如果卖 这么 这个不好的 这么不好的 这个商品 它会影响到 这个店的 品价 好 再看一个 プライバシュを 守るということは 人権に かかわる 大切な問題です 也就是 关于这个 能够保护 别人的隐私 就是 关系到 人权 影响到 人权的 一个重大的 问题 にかかわる 尤其当 他不写 二级考点 两个意思 是一样的 然后加上 一个这个 一级考点 尤其不写 当用汉字的时候 回去我们大家 再好好的 看一下